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芯片观众师老师 中央处理器CPU一直是最核心的芯片类型 可能没有之一 它驱动着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 小到我们的手机 电脑 大到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台服务器 它们的控制中枢和大脑都是CPU CPU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通用性 它必须适应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同时尽可能的保持高性能和低功耗 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常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我是个吃货 我们就拿吃再来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把设计芯片比作开饭店 那么设计这些针对特定应用的专用芯片 就好比是开个火锅店或者是开个拉面馆 只要做好那几道看家菜就可以了 而设计CPU就好比是开个大酒店 各大菜系都得证明白 煎炒烹炸也得样样精通 甚至西餐甜点也得配齐 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为了实现和完善这种通用性 现代CPU设计的思路也在不断的变化 除了不断的升级微架构 做到性能和功耗的迭代和优化之外 CPU还在不断的集成一些专用加速单元 用来处理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流行度越来越高的应用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专门介绍过 英特尔智强可扩展处理器 对人工智能应用提供的优化支持 4月份英特尔发布了最新的 面向单路和双路服务器的 第三代智强可扩展处理器 代号为iSlake 这期视频我就想以iSlake为例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现代处理器的这种通用加专用的 整体设计思路 包括微架构 系统架构 IO和存储等等 这些单元模块的设计方法 以及如何围绕着CPU 来构建整体的生态系统 那么还是老规矩 对于这类知识干货视频 我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 包含了这期视频的所有知识点 获取的方法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iSlake的主要技术特点 iSlake是英特尔的第一个 采用10nm工艺进行打造的 支枪CPU 单芯片最多集成40个核心 和上一代的Cascade Lake相比 提升了将近43% 它采用了最新的Sonicove微架构 让它的每个时中周期的指定数 也就是IPC提升了20% 它的DDR4内存通道的数量 从6个提升到了8个 首次支持了PCIe 4.0 而且每路支持高达64个通道 总而言之 iSlake不论是架构还是性能 都比前一代产品取得了明显的提升 那么在特定应用的加速方面 它继承了很多前代产品的重要特性 比如之前视频里介绍的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 同时也有升级和新增 比如引入了更多和安全相关的硬件支持 还有能够灵活的进行频率调配的 SST技术等等 这些我们接下来结合着 CPU架构设计方面的知识 一个一个仔细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iSlake采用的 全新的内核架构 Sonicove 内核是CPU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现代CPU里一般都有 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的内核 它和存储器 还有其他的IO单元 一起组成了完整的片装系统 通常我们也把内核架构 称之为CPU的微架构 CPU微架构的本质 其实就是对某种指令级架构的具体的实现 常见的指令级包括X86 ARM RISC5等等 不过即便是相同的指令级架构 不同公司实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但是通常来说 CPU微架构都需要实现四个主要的操作 分别是取纸 解码 执行 还有写回 也就是说 CPU会从内存中取出一条指令 然后通过这个解码器 把它分解成若干的部分 并且识别出来这条指令的功能 比如说它是算术运算 还是跳转 还是比较等等 那么解码分解之后的指令和数据 就会被送到执行阶段 执行完的结果 被写回到寄存器或者是存储器里 那么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直到整个程序执行完毕 我们通常把这四个操作分成两个部分 实现取纸和解码的电路 在CPU微架构里叫做前端 实现执行和写回的叫做后端 前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尽全力的给后端提供充足的弹药 让后端的执行单元尽可能的保持满负荷的运转 从而减少空转造成的性能的损耗和浪费 所以前端就需要尽可能多的从内存中获取指令 然后把它放在指令缓存里 然后再把它解码成后端能够直接执行的微操作 这样就减少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CPU的等待时间 前端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分支预测 当程序出现分支的时候 我们需要提前的去预判程序大概率会走哪个分支 然后提前取到和分支对应的指令还有数据 现代CPU中的分支预测可以做到非常准确 比如它采用了很多类似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来自己学习并且预测分支的结果 那么对于Sonichove来说它提升了前端的容量 并且进一步的改进了分支预测的性能 这个对于内核的整体性能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再来看看后端 CPU微架构的后端有很多的ALU 也就是这个算术逻辑单元 它们是执行算术和逻辑运算的核心结构 这些ALU可以并行的执行前端发送过来的那些微指令 也就是所谓的超标量结构 这些微指令先通过调度器进行调度 然后发送给不同的ALU去执行 它们可以是按顺序的也可以是乱序的 这也就需要后端去仔细的分配这些微指令执行单元 并且在执行之后再把结果按顺序组合起来 通常来说能够支持乱序执行的数量越多 内核的性能就越高 Sonichove乱序执行窗口的数量 从上一代的224个增加到了352个 也就是说内核变得更宽了 同时它的调度器和分配单元也都进行了大幅的改进 内核上的缓存容量也有所增加 所有的这些升级更新都帮助Sonichove 微架构显著的提升了性能 也使得S-Lake的平均性能提升到了上一代的1.46倍 S-Lake芯片的整体架构比上一代产品有了不少的变化 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把Io单元放在了芯片的南北两侧 这样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整个芯片的面积 提升芯片的集成度 另外S-Lake还采用了分布式的三级缓存结构 总容量相当于Cascade Lake的1.5倍 这种结构让每一个内核都可以访问片上的三级缓存 从而能够实现比较均衡的访问食烟 这个对于数据中心的很多应用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们需要的不仅是食烟的平均值要低 同时对食烟的抖动也非常的敏感 这个和所谓的木桶效应有点像 也就是木桶能装的水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条 这就要求每一个木条都不能太拉垮 可以看到Ice Lake在执行网络转发任务的时候 不仅延视的平均值远远低于前一代产品 而且也非常的稳定 没有太大的波动 在内存和Io接口方面 Ice Lake也提升了内存通道的数量和性能 从上一代支持6通道的DDR4-2933 升级到了8通道的DDR4-3200 这使得它的内存容量和内存带宽 可以分别提升到上一代的2.66倍和1.6倍 Ice Lake还支持三个UPI 也就是超级通道互联 这个使得双路服务器的CPU的通信带宽 可以达到11.2GT每秒 此外它还支持64个通道的PCIe 4.0 这样就是它能够和性能更优的存储和网络设备协同工作 那么就像前面说的 现代CPU的设计思路是通用性能提升加特定场景优化 那么在特定应用的优化上 Ice Lake依然集成了英特尔的渗度学习加速技术DDR4-Boost 主攻Int8加速 这样就能将推理的性能提升到上一代产品的1.74倍 Ice Lake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性能优化 叫做频率选择技术SST 它能够灵活地调整CPU单个和多个核心的基频和锐频 此而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更好的平衡CPU的性能和功耗 比如运行在线游戏这类性能要求高 但是对于延时比较敏感的业务的时候 就可以把CPU调整到高主频低核心数的模式 以满足对实时性和响应速度的需求 同样对于很多云业务来说 就可以把CPU切换成频率不那么高 但是有更多核心数的工作的模式 这样就能提升计算的吞吐量 并且带来更高的性价比 和前一代相比 Ice Lake对SST技术进行了升级 可以借助软件实时的修改CPU的核心频率调配方案 不再需要重启服务器 这样就能让频率的调配更加的灵活和便利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和安全相关的技术 这个对于数据中心还有企业级的应用 非常的关键 特别是在数据敏感性的应用 还有很多关键的业务领域 我们都需要尽量的保证代码 还有用户的数据不被盗取或者是篡改 Ice Lake进一步扩展了AVX5R指令机 从而在硬件层面上支持那些常见的 密码操作算法的并行执行 从而大幅提升了密码操作应用的性能还有吞吐量 这个就是所谓的密码操作硬件加速技术 它特别适合于5G基础设施 VPN还有SSL网络服务器 这些需要大量进行密码操作运算的应用场景 那么据了解 IPCET公司就使用了这种加速技术 将VPN数据包的处理速度提升到了原来的1.94倍 除了密码操作的加速之外 Ice Lake还集成了另外一种和安全相关的指令机扩展 也就是软件防护扩展技术SGX 它的本质就是通过指令请求CPU在内存中分配出来一块受CPU保护的区域 也叫做飞地 这个就很像疫情期间人们建的封闭的隔离区 只不过在这个隔离区里都是没有被感染的人 飞地中受保护的代码和数据不受操作系统或者是VMM的影响 即便操作系统BIOS或者是VMM这些比客户软件更底层的基础软件 在黑客攻击或者是高权限攻击中沦陷 通过SGX技术生成的飞地也能更有效的阻断这些攻击 经历避免其中的应用程序还有数据被非法的复制或者是篡改 Ice Lake双路服务器能支持最高达1TB的飞地空间 这也就为很多企业推进更大的数据量的隐私计算打下了基础 比如说蚂蚁集团就利用SGX技术搭建了一个隐私保护的机器学习平台 并且基于之前视频里介绍的Analytics Zoo 提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分布式的端到端的推理服务流水线 百度也在他们的深度学习平台飞奖中 通过SGX技术引入了机密计算的能力 这样就可以通过更加安全可信的方式 为深度学习模型提供更多元的数据 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技术白皮书 我把链接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除了CPU本身的算力之外 围绕CPU搭建的计算平台的性能也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现代服务器的数据中心设计里 要兼顾计算存储还有网络这些硬件 同时还有软件和系统的优化 这些软硬件配合的使用 不仅能对CPU进行针对性的补强 还可以起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最终实现一个高性能低功耗的系统机解决方案 这个也是现代CPU系统设计的趋势 那么在存储方面 i4类可以搭配奥腾持久内存 它能够兼顾高性能低食盐 还有大容量的数据的持久性 由于i4类像比上一代产品 提升了内存通道的数量还有速度 搭配奥腾持久内存200系列的时候 理论内存带宽的平均提升幅度 可以达到32% 单个i4类搭配使用DRAM和奥腾持久内存的时候 内存总容量能够达到6dB 英特尔还发布了全新的支持PCIe 4.0的奥腾固态盘 相比于同样支持PCIe 4.0的NAND固态盘 它的食盐可以降低达13倍 QS提升达66倍 每GB的iOps提升达26倍 耐用性的提升也达到33倍以上 网络方面的i4类搭配了英特尔的800系列以太网卡 它支持数据中心常用的网络接口 以及RDMA协议 特别适用于数据中心里关键网络负载的加速 好了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以英特尔最新的代号为i4类克的 第三代指向口扩展处理器为Li 梳理了现代CPU设计中的一些关键的理念 包括微架构设计 芯片的内存 接口子系统 还有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出的特定加速的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CPU平台的概念 也就是计算存储还有网络 这些关键组件如何相互配合 并且实现系统级的平台方案 我把视频里提到的所有的知识点 总结成了一个思维导图 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老师谈性的后台 回复志强来获取这个思维导图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关注 最后也感谢英特尔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的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的听信息 而言之为 而言之为 一终的